又是梳眉厨房的时间 今天教大家一个100%成功的煎牛扒方法 在家都可以煎好牛扒 首先要把牛扒完全解冻 这就是我已经解冻好的状态 下一步用纸巾印干牛扒表面的水分 这样会令它煎起来更香脆 之后可以加入适当的调味料 我喜欢加盐和孜然粉 有人都会选择用黑椒去调味 这个都是随个人喜好而去选择的 如果你们想煎出来的牛扒表面看起来更香脆的话 你们都可以选择加多些调味料 我来源调味料都会习惯用手轻轻按压把它按摩一下 之后就可以准备我们的平底锅 加入油浴热 再小心放入我们的牛扒煎大约1分钟 煎牛扒的时候还会听到很美妙的声音 煎了1分钟之后就可以反转牛扒 再煎大约1分钟 煎牛扒最特别的地方是 因为每块牛扒的份量和厚度都不一样 所以也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 大家都可以作为参考 我这块牛扒的厚度和大小 每边割煎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再夹起牛扒 稀微煎一煎牛扒的側面 如果牛扒本身是很厚或者很大块的话 煎的时间可能就会再长一点 最后为了令牛扒更香一点 我们会加入蒜头和牛油 将牛油一边融化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匙巾一边 将牛油的汁液撥上去牛扒上面 这样一边煎牛扒会更加香脆的 最后这个步骤我大概用了30秒的时间 所以总共是用了2分半钟的时间 就煎好一块牛扒 最后我们就可以将牛扒取出 然后放在碟上 大概正放5-8分钟 记得静置的时间一定要多过烹煮的时间 这样肉汁才会锁在牛扒里面 我这个牛扒的状态是大概5-7成熟 可以看到里面还是很粉嫩的颜色 肉汁不会过生也不会过熟 对我来说是刚刚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就like这条片 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下条片再见 拜拜